哈喽,大家好,世界有多精彩,浪子带你走中国 我现在来到深圳福永镇,新河村 这个视频带大家走一走新河村 找寻一下在这个城中村的大公鸡 这边是一个大型的超市 那边是一个大型的会所 这个村有一个大厂,叫长营精密 相信很多在新河村打过工的,对这个厂应该比较熟悉 我也好几年没有来新河村呢 以前这条街是新河最热闹的一条街 一到晚上就热闹非凡 各种美食都摆出来了 现在觉得挺安静的 白天工人们都在上班了 所以白天比较安静 晚上会很热闹 这个网吧还在 以前我经常在这个网吧上网 以前我在这个城中村租房只要400块钱一个月 现在将近涨了一倍 最便宜的都要800块钱 因为这附近有了地铁站呢 所以房租就乘乘往上涨 以前这些都是农民房 现在全部改成公寓了 房租就翻了一番 现在打工 全国各地的省会城市都可以打 现在的人流都分散了 这边是长营工业园的一个门口 以前这里的湖北乐干面 只要4块钱一碗 现在应该涨价了 带大家到长营工业园里面去走一走 找寻一下曾经的打工机 深圳特色美食 浓江猪脚饭吃出了男人的浪漫 疯之子大神网吧 看这边一排商铺 全部是关门的 这边还写着旺铺招租 这边是蔚来城酒店 那个方向是工厂的宿舍 这边的出租房应该便宜一点 这个里面应该是长营的厂房 这还有一个篮球场 新河村前号长营厂 拉动整个村的经济 这个厂房有几千人 这个公寓装修的还不错 就是太贵了 现在新河的出租房 全部是农民房改造的公寓 到处都是公寓造租 高房租是压垮打工一租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里本地的房东 每家都有一栋 每个月租金几十万 这边住宿的也很多 但这里好像都比较贵 没有便宜的 最便宜的也要五十块 打工仔太不容易了 每个月的工资都送给房东了 和这些出租房一栋一栋的 深圳就是一座这样的城市 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把青春留在了这里 年纪大了又不得不离开 新河村到了晚上非常的热闹 晚上夜市都会摆出来 补夜城 这也是一家夜市 毫不夸张的说 一家大型的工厂 就可以带动整个村的经济 新河村离保安机场非常的近 随时天空都会焊到飞机 这边全是装修后的公寓 其实也就是把外墙粉了一下 里面加了个空调 加了个洗衣机 就升了一级了 叫公寓了 他这个公寓还没有农民房好住 因为太贵了 这边最便宜的公寓 都要1180块起步 这边也全部都是金庄的公寓 不知道这个入住力高不高 新河村附近有福永地铁站 11号线可以直达后海 所以很多在南山区上班的白领 会来这里住公寓 这边一排都是工厂的宿舍 这个工业园厂房还是相当多的 这边是一个求职中心 一个找工作的汉部道 这边是一个电子厂 这边也是一个工厂 前面还有招工的 我们去看一下 招聘普工 第新2004 加班平时20.68 周末27.58 长宁工业园里面 大大小小的工厂 多如牛毛 换飞机 低空飞行啊 好壮观啊 这里就是深圳福永新河村 你有在这个村的打工记忆吗 可以在下方分享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